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娱乐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震撼体谈的大消息 NBA宣布与迪士尼、NBC和亚马逊签署了一份为期11年的媒体权利协议 总价值约760亿美元 这意味着NBA果断拒绝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每年18亿美元的续约提议 TNT40年的合作关系即将画上句号 NBA总裁亚当·席尔瓦强调 这一新协议将最大化比赛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和可及性 并改变球迷的观赛体验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有五天的时间来匹配亚马逊的条款 但显然NBA认为他们并未达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点点娱乐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重磅新闻 NBA与迪士尼、NBC和亚马逊签署了新的11年媒体权利协议 这个消息来源于多伦多星报和美联社 为我们揭示了NBA未来10年的重大媒体布局 让我们一同回顾文章的内容 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NBA在本周三宣布 与迪士尼、NBCUniversal和亚马逊Prime Video 签署了一份为期11年的媒体权利协议 这份协议预计将在未来11年内为NBA带来约76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 NBA拒绝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每年18亿美元的续约提议 这意味着2024-25赛季将是TNT在近40年后最后一个转播NBA赛事的赛季 尽管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表示将行使5天的时间来匹配这份协议的一部分 但NBA认为其提议并未真正达到亚马逊的标准 NBA总裁亚当·席尔瓦表示 这些新合作伙伴将在各种平台上分发NBA的内容 并在未来10年内帮助改变球迷的体验 他强调这些合作将最大化NBA比赛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覆盖和可及性 在文章的背景下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显然在流媒体方面未能达到亚马逊的标准 这也是NBA最终选择与亚马逊达成长期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篮球联赛表示 希望通过这些新协议来提高比赛的覆盖范围和可及性 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联盟和提升球迷的体验 那么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项协议对NBA和相关合作伙伴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项协议的巨额收益无疑将为NBA带来稳定的财务保障 每年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 将为联盟提供更多资源来提高球队的竞争力 改善球员福利以及推广篮球运动 其次 从技术和媒体的角度来看 与亚马逊Prime Video的合作标志着 NBA在流媒体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 其视频流媒体服务正在迅速扩展 与其合作将进一步拓宽NBA在全球的观看渠道 而迪士尼和NBC Universal作为传统媒体巨头 也将在广播和有线电视领域继续为NBA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从球迷体验的角度来看 这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球迷们将能够在更多平台上 观看到高质量的NBA赛事 无论是通过亚马逊Prime Video的在线流媒体 还是通过迪士尼和NBC Universal的电视转播 球迷都将享受到更为便捷和多样化的观看体验 此外 这些合作伙伴也承诺投入大量资源来推广联赛和提升球迷体验 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强NBA在全球的影响力 再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在此次竞标中的失利 或许标志着传统媒体在体育赛事转播领域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流媒体平台的崛起 传统电视网络不得不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这次合作也提示了一个更大的行业趋势 即体育联赛和赛事正在逐渐向流媒体平台倾斜 以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消费习惯 值得关注的是NBA此次选择的合作伙伴 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市场 而是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 迪士尼和NBC Universal在全球各地都有广泛的业务布局 亚马逊Prime Video更是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合作将有助于NBA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 吸引更多的海外观众 分析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 那就是这一协议对其他体育联赛的示范效应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篮球联赛 NBA在选择媒体合作伙伴上的决策 无疑将成为其他联赛的重要参考 足球 棒球 橄榄球等其他体育项目 可能会密切关注这一合作的效果 并在未来的媒体权力谈判中借鉴NBA的成功经验 总结下来 这次NBA与迪士尼 NBC Universal和亚马逊Prime Video的合作 不仅是一次商业上的大手笔 更是一次战略上的高瞻远瞩 通过最大化比赛的覆盖和可及性 NBA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体育市场的领导地位 而这一协议的成功 也为未来的体育赛事转播 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点点娱乐 我是您的主持人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您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重大新闻背后的方方面面 让我们期待NBA在未来十年中的精彩表现 也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获取更多最新鲜最深入的娱乐资讯 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NBA近日宣布与迪士尼 NBC和亚马逊Prime Video 签订了一份未期十一年的媒体权力协议 预计在这段期间内将为联盟带来约760亿美元的收入 这份协议的签订标志着 NBA在媒体分发和球迷体验方面进入了新的时代 并且结束了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的长期合作 NBA总裁亚当 希尔瓦 Adam Silver 表示这些新的合作伙伴将在各种平台上分发NBA的内容 最大化比赛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覆盖与可及性 新的协议也强调了各合作伙伴在推广联盟和提升球迷体验方面的投入 这将大大改变未来十年内球迷观看比赛的方式 这次签订的新协议由NBA董事会在上周批准 主要目的是要最大化比赛的覆盖范围和可及性 与亚马逊Prime Video的合作尤其显得重要 因为这将使NBA比赛能够在一个更具流媒体影响力的平台上播出 亚马逊Prime Video有着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先进的流媒体技术 这将有助于NBA进一步扩展其全球影响力 相较之下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未能在流媒体方面达到相同的标准 这也是NBA选择与亚马逊合作的主要原因 这也意味着2024-25赛季将是TNT在播出NBA比赛 仅40年后的最后一个赛季 尽管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在收到NBA的决定后 有5天的时间来匹配这些协议的一部分 但最终其提议并未达到NBA的标准 根据协议内容 迪士尼和NBC Universal将在广播和有线电视频道上继续播出NBA比赛 同时也会在其旗下的流媒体平台提供相关内容 这些合作伙伴的多平台策略将确保 NBA比赛能够触达更多的观众 无论是通过传统电视还是现代的流媒体服务 新的媒体权力协议并不仅仅是在财务上有所突破 它还代表着NBA在媒体分发技术上的重要升级 这将让球迷在未来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观看比赛 享受更加沉浸和互动的观看体验 对于NBA来说 这次的协议签订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步 也显示了联盟在全球市场中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的决心 总之 这次新的媒体权力协议不仅仅是一次经济上的重要突破 也标志着NBA在技术和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的重大进展 与迪士尼、NBCUniversal和亚马逊的合作将使NBA比赛的覆盖范围和可及性达到新的高度 并且为球迷提供更丰富的观看体验 这些变化将对NBA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毫无疑问 NBA与迪士尼、NBC和亚马逊签署的这份11年媒体权力协议 真是高瞻援助 这不仅将为联盟带来76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还能让全球更多球迷享受到顶级赛事的精彩 迪士尼和NBC在传统媒体领域的专业性 结合亚马逊在流媒体方面的技术优势 这样的合作无疑是各取所长、珠联碧合啊 哦、楚天书 你这番吹捧简直让我想起了古代诸葛亮的出师表 满是忠诚和信心 但我们的问问现实问题 虽然合团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但你是否考虑过球迷的实际感受 TNT与NBA合作了近40年 这段时间建立的情感联系起是760亿美元能替代的 而且亚马逊Prime Video的收看门槛 会不会让一些球迷感到不变呢 谢琪琪 你这就像是拿着唐太宗的真观政要 来质疑现代管理方法 时代变了 不能总是抱着过去的情感不放 NBA选择亚马逊正式看中了其在流媒体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和技术实力 根据Statist的数据 亚马逊Prime在全球拥有超过2亿的订阅用户 这将为NBA开辟一个全新的市场 难道你不想看到更多国际球迷加入这个大家庭吗?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就像当年秦始皇修长城 说是为了保护国家 实际上累死了多少百姓 亚马逊是有技术和用户 但流媒体的技术问题如延迟和稳定性也不少 特别是在高峰期 你能保证球迷在观看重要比赛时 不会遇到卡顿和黑屏吗? 而且根据Forester Research的报告 流媒体用户体验的差异在不同地区非常大 这是否会影响球迷的观看体验? 谢琪琪 你这说的好像是李世民休选五门 总是看到负面的 亚马逊作为全球一流的科技公司 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和升级 这些挑战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 而且迪士尼和NBC作为传统媒体的老大哥 会在稳定性和质量上提供可靠的保障 这种联合协议 就像曹操、孙权和刘备的三组鼎立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领先 更是市场上的战略布局 楚天书 你这简直是把三国演义 当成了资质通鉴来看 问题是 NBA这么做真的能够让所有球迷受益吗? 不如看看一些现实数据 根据尼尔森的报告 传统电视仍然是美国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娱乐方式 尤其是在年龄较大的观众群体中 这些人可能并不习惯用流媒体来看比赛 你真以为所有人都会乖乖转到亚马逊Prime Video上吗? 这对观众的习惯也是一种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NBA最近宣布了一项 未期11年的新媒体权力协议 与迪士尼、NBC和亚马逊Prime Video达成合作 这么一大单子 价值可不清 整整760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NBA果断拒绝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每年18亿美元的续约提议 结束了TNT长达近40年的合作关系 这一决定无疑是NBA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体分发时代 亚当、席尔瓦、NBA的总裁 大家赞赏这些新合作伙伴 他说 我们与迪士尼、NBCUniversal和亚马逊的新全球媒体协议 将最大化NBA比赛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覆盖和可及性 这的却是一个大胆而聪明的决策 毕竟这些巨头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资源 能够帮助NBA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展影响力 并提升球迷的体验 问题的焦点在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提议 在流媒体方面无法与亚马逊Prime Video相比 这意味着2024横线25赛季将是TNT在近40年后的最后一个赛季 虽然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有5天的时间来匹配这些协议的一部分 但NBA认为其提议并未真正达到匹配的标准 这也许是因为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虽有名气 但在流媒体方面还是略显不足 这次大转向似乎也是对未来媒体趋势的一次大胆赌注 在这个数字化和流媒体化的时代 亚马逊Prime Video无疑是个强劲的合作伙伴 能够提供更灵活 更广泛的分发渠道 吸引更多年轻和国际化的观众 这也难怪NBA在这次决策中选择放弃老牌合作伙伴TNT 转而投向亚马逊这个新兴巨头的怀抱 最后 这一新协议还包括了迪士尼和NBCUniversal的广播 有线合流媒体套餐 无疑是对NBA未来发展的一次全面部署 这三个合作伙伴还承诺投入大量资源来推广联盟 并提升球迷的体验 这意味着未来的NBA比赛不仅仅是赛场上的竞技 更多的是在各种平台上的全方位娱乐体验 从直播到社交媒体互动 甚至可能还有虚拟现实的参与 总的来看 这一新的媒体权力协议对NBA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胜利 它不仅最大化了比赛的覆盖和可及性 还引入了更多创新的元素来提升球迷的体验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 选择与迪士尼、NBC和亚马逊合作 无疑是一次聪明而前瞻性的决策 它不仅让NBA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还为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的媒体权力协议 无疑是NBA未来发展的一次重大胜利 也让我们对未来的NBA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